易若芬陪你看展览 她的眼睛旁边没有欧脸 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 而且非常专业 她是这一次展览的manager 有非常多有趣的内容 可以介绍给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好 易若芬来开始 为我们介绍这一次的 台湾围学馆的展览 叫做成为人以外的 成为人以外的什么呢 什么呢 大家好 我们现在所在地 就是台湾围学馆的 成为人以外的 动物文学特展的展场 不知道大家对于 动物文学的想象是什么 但是我相信 来看过这个展览之后 你会发现动物文学 可能是有一点 不是那么浪漫 有一点非常 但是会让你带着很多感情 想要去阅读台湾文学的 作品的一个展览 那成为人以外的 其实有两层意义 除了字面上的意思之外 也隐含着人跟动物之间的关系 是应该更有流动性的 那我们就只讲一个亮点就好了 就是我们这边有三面的直立 电视墙 都可以看到 走过去的时候 就会有动物 有动物 搭配着我们的文学筛具 出现在萤幕上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互动 让观众体验到 趣人化的一个趣味 也要让我们观众反思 我们是不是有换位思考的 这个可能性 那接下来还有很漂亮的 这种工作不要破门 请大家亲自来台南一趟 是的 嗯 这个展览到什么时候呢 到今年的农历年1月29号 到2023年1月29号 到台湾台南 台湾文学馆 就可以看到 宇伦参与的这个非常特殊的 非常有娱乐性 又有教育性 又有反思内容的 成为人以外的动物与文学的展览 期待大家来一起欣赏哦 其他的部分 我们就不露给大家看了 大家自己来好好的欣赏吧 谢谢大家